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弗朗辛杰的少的乐趣》 弗朗辛杰是整理术研究专家、超级畅销书作家 他长期活跃在CNN、BBC及芝加哥论坛报、卫报、金融时报等各大媒体上 他创作的《少的乐趣》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运用极简主义的思维 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快乐和幸福 同时,这本书还提供了简单一学的步骤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家中的每个房间 读完这本书,我们能获得什么? 发现对你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时代 大量无用的东西被制造出来 而垃圾也以惊人的速度被不断地堆积着 为了遏制物质主义,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已经拥有了过多的东西 或许是的 而且你可能很快就会发现 你拥有许多实际上你并不需要的东西 下面你将了解到如何确定哪些东西应该保留 而哪些东西不应该保留 你将学习如何养成极简主义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能帮你缓解压力 还能减轻你钱包的压力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仔细检查过你的物品后 你会发现生活的珍宝并不一定是你拥有的物质上的东西 在这本书中你将了解到如何减少对物品的依赖 精简代表着什么 以及小苏达的妙用 首先将你的物品分为三类 整理时要去除对物品的依赖 看一看你的家 你有没有一种被多年来积攒下的物品淹没的感觉 你的信用卡账单是不是一生再生 如果是这样 那你是时候开始培养极简主义的思维方式了 这样你才能对自己的物品有所掌控 要想养成极简主义的思维方式 首先你要将自己的物品分为三类 有用的、美丽的和感性的 有用的这一类别包含所有具有功能性和实用性的东西 显然它包括我们生存所必须的物品 比如衣物、水、住房和食物 此外还包括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的物品 比如床、笔、笔记本、电脑、盘子等 美丽的物品是指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深深满足感的东西 我们应当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感性的物品能让我们想起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人、地点和事件 在成为极简主义者并开始整理之前 你需要减少对物品的依赖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极简生活的实用性 当你在深夜熟睡时突然火警警爆响了 你的第一反应是拿上你的笔记本、电脑、重要文件和照片吗? 当然不是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和其他和你一起生活的人逃到无外 换句话说 对于你的健康和幸福而言 最重要的不是物品 尽管我们都喜欢美丽的感性的物品 但重要的是要用极简不恋物的思维方式去正确地看待事物 只有先了解这一点你才能开始好好的清扫房间 并且学会珍惜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 而在整理房间方面 精简术可以帮助你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了如何培养极简的思维方式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了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通过精简术来整理房间 精简术分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部分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 重新开始 第二 废物、宝物和转让物 第三 留下每件东西的理由 第四 物居其位 以及第五 清理所有的台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了解它们的含义 首先是第一点 重新开始 也就是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事物 看看你的房间 冰箱或身边随便什么物品 就好像你是第一次见到它们 第二点 废物 宝物和转让物 当你整理某个区域时 比如你在整理抽屉或是橱柜时 你可以将其中的物品分为废物 宝物和转让物这三类 脏衣服 过期的化妆品和垃圾邮件等 归入废物堆 有用的 美丽的和感性的物品 归入宝物堆 请记住 在这里你只能保留那些 可以进行展示的美丽的和感性的物品 而在转让物当中 包括所有对你而言不再有用的东西 要抑制住留下这些物品的冲动 不要想着没准哪天会用到它们 第三点 留下每件东西的理由 意思是 当你把某件物品留在宝物堆中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留下这件物品 第四点 物居其位 你使用某件物品的频率有多频繁 你是每天用它 每周用它 还是每月用一次 每年用一次 或者更久 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你确定应该将物品放在哪里 你会反复使用的物品 例如笔记本电脑和牙刷 你应当把它们放在核心圈中 也就是不用费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 而在外围圈中 你可以放置不常用的东西 比如专业烹饪工具以及清洁用品 这些东西可以放在比较远的地方 比如床下或者橱柜的上层 深度储存区指的是地下室或车库等空间 用于储存备用物品 圣诞节装饰 以及旧文件等等 第五点 清理所有的台面 要保持办公桌 厨房柜台和咖啡桌 等所有台面整齐清洁 乱糟糟的台面会让人分心 不能高效地工作或者准备饭菜 以上就是精简术的上半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下半部分吧 精简术的下半部分可以帮助你控制物品的数量 精简术的下半部分包括 第一 模块 第二 限制 第三 移物进 移物出 第四 精简 以及第五 日常维护 接下来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下它们的含义 第一点 模块 模块是指一组具有相似功能的物品 例如急救箱 当你需要穿可贴时 你知道它在浴室柜子中的急救箱里 将你所有的物品集中归类之后 你就要清理多余的用品了 问问你自己 你是否真的需要63支笔 因为实际上你只需要其中的五支 你需要将物品进行合并和削减 这样多余的东西才不会放得满屋都是 带颜色标记和标签的抽屉 架子 盒子和塑料整理箱 都可以很好地帮你将物品分门迭类 第二点 限制 你需要限制物品的数量 这样东西才不会越堆越多 例如你要限制你的藏书量 只保留你的最爱 然后将其他的书归到转让物中 你可以送给朋友 家人 或者捐给慈善机构 或者比起买回一堆纸质书 你可以选择从图书馆借阅 或者购买一个电子书阅读器 第三点 一物进 一物出 你是不是买了取代旧物的新物 结果却没有丢掉旧物呢 你要做的是 每次购入新物品后 都要把旧物品处理掉 第四点 精简 精简的意思是 你需要用尽可能少的产品来处理尽可能多的任务 比如 多用清洁剂就是不错的选择 这样你就不用存放很多瓶瓶罐罐了 第五点 日常维护 维持极简主义的家庭环境离不开日常维护 坚持每天扔掉一件物品 这样就不会让杂物再次堆积 接下来 你就可以整理卧室和衣柜 打造收拾的休息区了 我们刚刚了解了精简术的含义 现在就让我们将理论付诸实践吧 从收拾你的家开始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来 首先从卧室开始 你的任务是清理杂物 把卧室变成一个安静的放松的区域 按照精简术的方法 首先你要将物品分为废物 宝物和转让物 在废物堆中 应该包括卧室中 没有任何视觉性或功能性的东西 比如不用的健身器材 卧室的主要用处是睡觉和存放衣物 因此放在宝物堆中的物品 应该包括闹钟 以及你当前正在阅读的书籍 在转让物当中 应该包括像玩具 手工艺品和杂志之类的 你应该把它们放到其他房间 或者考虑捐赠出去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精简 将卧室中的物品捡到 不能再少为止 作者和她的丈夫 在卧室里只放了一张榻榻米床垫 他们把所有用来梳妆打扮的用品 都转移到了浴室 因此卧室中也不再需要保留梳妆台了 除了卧室以外 你还可以精简衣柜 还可以帮助你节省时间金钱 并且减少你的压力 首先把所有的物品从衣柜中取出来 直到所有的抽屉 衣架都被清空为止 接下来把物品归为废物 保物和转让物三类 这样你就可以决定 如何处理每件衣服了 如果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把衣服穿上 这种方法可以帮你做出决定 所有无法修补的东西都要归入废物堆 比如破了大洞的衬衫 而那些能够体现风格 衬托身形的衣服 你可以把它们归入保物堆 你可以做一个列表 写下不同场合需要的衣服 比如工作 锻炼和社交场合 然后再做判断 要知道时尚趋势瞬息万变 你的衣柜里可能装满了过时的衣服 如果你要跟紧潮流 那就必须用到精简术中 一物进一物出的方法 当你花了大价钱 买了高级的新西装后 不要忘了丢掉那件旧的 不穿了的西装 接下来 整理客厅和工作室 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提高办公效率 你的客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杂志和玩具 是不是被随便丢在地板和桌子上 我们要在客厅里和家人朋友 度过很多时间 所以要在这里留出娱乐的空间 如果想最大限度的利用客厅空间 你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 留下每件东西的理由是什么 本书的作者和她的丈夫 在海外生活时 他们的客厅用不到沙发或电视 他们不常在家里接待客人 而大多数晚上和周末的时间 他们都在城外度过 对于他们来说 在客厅中摆放一张咖啡桌 和两个躺椅就足够了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 为不同的活动创建模块 而不是将所有的物品 杂乱地放在一起 你可以根据活动将不同的物品 放在塑料储物箱里 然后贴上标签 比如绘画 编织等等 模块不仅可以让你根据不同的活动 快速地找到需要的物品 还可以让你的清洁工作 变得更加容易 你还要试着保持所有台面的清洁 以便为你和孩子 创建一个安全无压力的区域 孩子们需要大量的空间跑动 探索 如果书籍和玩具都散落在地板上 那会非常危险 整理好客厅之后 你就可以着手整理工作室了 这可以帮你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 你可以将所有的文件数字化处理 比如信件 贺卡 账单等 这样 你就可以减少房间中的纸质文件的数量 购买扫描仪 可以使你减少纸张的使用 你还可以用在线银行对账单 代替纸质账单 以及订阅电子报纸 要想保持办公桌整洁 避免纸质文件堆积 你还要做好日常维护 文件很容易迅速地堆积成山 因此你一定要定期整理和扫描所有文件 你要记住的是 凡是没有用的东西都不要保留 在整理好客厅和工作室之后 你可以通过剔除多余的物品 来打造实用的厨房和放松的浴室 在你浏览厨房产品目录 或者走过样板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自己的厨房也像这样整洁实用就好了 其实只要你遵循极简的思维方式 马上就能拥有理想中的厨房 要想改善厨房的功能 我们同样要从清除多余的物品开始 把你的物品分为废物 宝物和转让物 以便决定哪些物品是必须的 哪些是你不需要的 你上一次检查储藏室和冰箱中食物的保质期 是在什么时候 你需要把过期的食品归到废物堆 像电饭锅或电水壶 这样常用的物品要归到保物堆 多余的储具或者你以后用不到的东西 比如你在六年前的圣诞节收到的面条机 都可以放入转让物当中 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送给别人 物尽其用呢 你也可以把多余的包装或罐头食品 捐赠给慈善机构或爱心处房 同样 极简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帮助你 在浴室中营造轻松的氛围 首先 梳理你的生活习惯 缩减你需要留在浴室中的物品 牙刷牙膏和毛巾都是每日必须的 你可以把它们归入保物堆 为了减少多余的物品 你可以考虑使用多用途的产品 例如在小苏打中加入一点水 你就可以用它来去除角质 卸妆或是养护头发了 如果空间有限 你还可以将物品转移到核心圈 外围圈或是深度储存区 在保物堆中的物品需要方便拿取 所以你可以把它们放在核心圈中 那些不太常用的物品 例如指甲刀和急救箱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外围圈 深度储存区可以用来保留你批量购买的物品 比如卫生纸 除了你自己 家人的参与对于维持急简的房屋是至关重要的 读到这里相信你已经建立了急简主义的思维方式 并且通过精简术让房间变得干净整洁了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家人也参与其中 要想维持急简的房屋 整个家庭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举例来说你要给孩子们做个榜样 告诉他们生活并不一定要围绕着物质展开 孩子们自然会向父母学习 你要确保孩子们学到正确的行为方式 避免不良的行为 比如不要让他们把整个周末都画在购物上 或是让他们痴迷于物质 另外不要在衣柜和抽屉中放太多东西 对父母来说 以身作则是非常值得的 比如作者三岁的孩子对作者说 自己不需要很多玩具 只要阳光就足够了 那个时刻真是作者感到最骄傲的时刻了 另一种让家人参与的方式是 邀请他们加入你的整理工作 大家一起清理地下室或者车库 不仅效率更高 而且每个人都会获得成就感 一起翻翻过去的回忆 也有利于增进感情 你还可以为家中的每位成员 分配一个属于自己的物品存放空间 这样他们就会为自己的东西负责 你可以选择一个时间 比如吃晚餐之后 睡觉之前 让大家在此期间把自己的东西归位 如果你每天坚持这么做 那么这项集体活动就会变成一项例行工作 而且不会占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 杂物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也不会转瞬间就消失 但是只要形成极简主义的思维方式 再加上精简术的应用 你就可以体验一种全新而美好的生活方式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追求极简主义生活的第一步 是要将你的物品分为有用的 美丽的和感性的三类 以此来减少你对物品的依赖 接着你可以使用极简术 将你极简的想法付诸实践 在做到这些以后 再加上坚持日常维护 你就能释放更多的空间和精力 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在整理物品时 你可以设想自己要永久移居国外 如果你马上就要永久移居国外 你会戴上那把摔坏的吉他 或者发霉的玩具熊吗 通过这样的假设 你可以确定哪些物品应当被保留 而哪些物品应当被丢弃 有了这样的限制 你就会不得不考虑 每件物品的实用性 耐用性 以及它们对你而言的意义 好了 富朗辛节的少的乐趣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